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觉得这部戏最吸引你的一个点是什么 我觉得比较吸引我的地方 首先就是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原著 对 然后原著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故事结构 然后再加上就是这个角色跟我之前拍的角色都不大一样 而且这个角色他一事两绝 就是有两个人物 对 然后会觉得对我的吸引力比较大 拍摄前是天下之前有做什么前期准备吗 自己是怎么更贴近这个角色的 因为其实小说跟剧本的人物其实会有一些变化的 因为很多时候我也会去考虑说要怎么才能够 第一就是离原著的角色也要贴近 第二就是在剧本的角色上面也要做出一些就是比较出彩的地方 来分析和你以往塑造的补章角色有什么区别 对你来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我现在还有快将近一个月杀青了 我已经拍了四个月的打戏了 然后就是每天打 我得又飞又转 然后给人缠上白铃 打戏对于我来说是个 这部戏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挑战 拍到目前为止 有哪场戏是你情绪波动比较大 自己特别难忘的吗 我现在拍的一场情绪波动比较大的戏 就是黑风西就是为了去救师傅他们 然后后来就昏迷了 一直没有醒过来 然后可能就醒不过来了 然后突然醒过来了的激动的情绪戏 现实生活中如果白铃铃和赵路斯相遇 你认为谁会先开口打招呼 我觉得应该是我吧 因为我是他粉丝呀 我觉得应该是我 你觉得你们俩的性格会成为好朋友吗 我觉得我跟他性格不太能成为好朋友 因为我们俩性格比较像 我是一个特别有主见的女孩 也是从小就是蛮独立的 虽然说长了一张就是圆不隆东的脸 就是看着好像就是诺基基的 但其实就是还比较独立女性 对 我也是个很强势的人 对 他也是 所以有两个很强势的人在一块 大家都夸你是甜妹 你对甜这个字是怎么定义的 我其实很少能感受到甜 比如说在拍的过程中的一些情节 那些东西就是在拍摄的过程中 会让我感受到甜 但是我在现实生活中并没有感受过甜 然后呢 我觉得大家觉得我甜 可能是因为我圆吧 还是怎么回事啊 今天我那个我宣传说 大家说你是甜妹 我说不 我是辣妹 然后我宣传说你不够辣 哭了 见到杨阳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你觉得第一印象和现在拍戏 已经慢慢熟悉以后的她 有什么反差吗 因为我也不是主动打招呼的那种 我很慢热 然后杨阳老师也很慢热 所以大家都很慢热 然后现场就很尴尬 然后后来慢慢的 因为就是我比较喜欢买玩具 然后呢她也很喜欢买玩具 就玩一块了 对 她只是什么都想比一比而已 她就是有一个非常强烈的胜负欲 我买一风扇这么大 她就去买了一个这么大的台式风扇 在现场 这么大 就立在那 然后呢 说杯子小还是啥 反正她又会搞一个比我更大的 所以我买那个泡泡机 然后她就去买了一个更大的泡泡机 和杨阳在拍摄过程中是怎么提升默契的 没有没有 我跟你说一点默契都没有 到今天为止 我们俩对视永远对不上 永远对视不到一起 很尴尬 你们在片场会比拼跳舞吗 我为什么要自取取其辱 人家 人家跳舞专业的 我四肢那么短 我还跟人 学跳舞 从未聊过如此话题 从赵路斯的角度 如果现在让你和白风系说一些话 你有什么对她想说的吗 因为我觉得她特别好 就是会让我觉得 已经就是她是一个非常圆满的人生 我觉得我要是白风系的话 我也会很满足这一生 就是还是会 会有失去 但是也会有很多得到 平时在生活中是如何平衡工作和生活 保持你其中活力和精力的呢 我没有生活 拍戏就是不大可能会有生活 所以说我觉得拍戏就是我的生活 如果说今天突然不出工 我就会跟我经纪人发信息 今天不出工我干着啥呀 因为我不知道我要干点什么 就是感觉每天就是 这几年就是拍戏就是拍戏 如果不拍戏就是拍广告 所以如果一旦是闲下来 而且是突然闲下来 就是如果说有假期 我会预定好自己要做哪些事情 但是像现在如果突然闲下来一天 我就不知道自己要干些啥 对自己的未来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规划 你觉得五年后的赵路斯是怎样的赵路斯 没有 我觉得到了某一定年龄 又有不一样的想法 五年之后 兴许会很累 但是也可能自己很享受 也兴许会很轻松 但那会儿可能就会觉得 为什么没有前两年那么忙了 心里也会有一些失落 就是都说不好 以后在世界上有什么新尝试吗 会有想要挑战的角色类型吗 没有 因为我之前说我想演男人来着嘛 后来我觉得我这个嘴好像就跟开口光似的 我说我想演稍微 撒一点的角色 然后我就接到撒一点的角色 我说我想演那种男孩的角色 上个戏就演了男孩的角色 所以就都挺圆满的 没有什么想那个什么的 会不会想演一些迷人又强大的反派角色 是啦 但是我觉得很大程度演员还是外形条件 要在某一个位置上 所以如果你看我这样的话 去演一个非常凌厉的一个大反派角色 你都会不信 你知道吗 所以也不会有这种项目来找我 你平时是喜欢猫系的男孩子 还是喜欢全系的男孩子 这啥意思 憨憨一点的男生 还是这种就是猫系就可爱一点的 撒娇的这种男生 撒娇 别了吧 就是除了撒娇都得憨 我喜欢高冷的 我喜欢不理我的那种 如果让你用一个诚意来形容你的粉丝 你觉得是什么 我觉得是 左膀右臂 对粉丝说一些心理话吧 我其实觉得做艺人比较幸运的一点 就是虽然说缺点也会放大 但是你的小小一点点的改变跟优点 都也会被粉丝放大 而且真的会非常的激励到艺人 激励到我们 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很暖心 也觉得就是这样的粉丝多一点 对 腾讯视频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赵露丝 想获取我的独家彩蛋和福利 就来关注迷媚专访官方微博吧